教育局和香港教育大學 當年合作籌辦香港數學競賽 至今已第四十屆 今日我們一齊回顧香港數學競賽的情況 香港數學競賽就在1974年 由羅富國師範那邊的一些師生 開始去思考這件事 當時也是覺得 會不會透過一些數學比賽 去提升學生對於學習數學的興趣 亦可以培養他們的思考和解難的能力 我們平時教學可能只是教學生 是怎樣去計算的 但今次這個比賽 都需要同學之間有一些合作 希望他們可以透過大家互相合作時 彼此發揮自己的長處 亦是欣賞對方在數學裏面 有不同的才幹 讓他們互相欣賞 亦可以彼此配搭 能夠提升到大家的學習 數學的能力 或者是知識 尤其是近年 很流行說要用一些遊戲元素 去加入一個數學學習 當你想想的時候 我們發覺香港數學競賽 在幾十年前 已經有一個高尖遠足 就想到 其實原來 數學比賽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遊戲元素 讓學生 雖然是比賽 但亦都可以是玩 玩的過程中 又可以牽涉到一些解難 亦都可以牽涉到一些合作的成分 而我們學生籌位 主要就是 首先要通知不同的同學 有這件性事舉行 我們就會在不同的渠道 發放這個信息 就好像可能電郵 或者在教導中的網上的東西 然後就令到不同的同學 知道這件事之後 就會去報名 我們都會邀請他們一齊參加 因為我們這個城市 都有很多不同的職位 需要大家幫忙 就有計時員 改捲員 計分員 甚至是職位 傳遞員 其實很多職位 都需要大家幫忙 而我們籌位主要 都需要有時參加 跟EDB 他們一齊開會 聊數學競賽的時間 日期等等 基本上我們這些題目 都是每次去創新出來的 基本上我們每年都會用不少的時間 去思考這題目 去量一下 如何將那些技巧 可以讓學生去試想想 去再創作一條新的題目 亦都要經過過五關斬六將 其實它由百多隊 然後今天去到50隊 其實它中間 其實是有一些個人和對際的參與 變成一齊去努力去解題 就不是一個人 所以有時有些題目 都可能需要多人去參與 去大家配搭 其實才能夠勝出 即是每一個學生 某些學生可能強某些範疇 有些學生可能強某些範疇 如果大家有一個隊伍的精神 大家互相合作 團體那裏呢 他們就四個同學一齊 就去一齊處理幾條數學題 可能有不同的題型 可能就需要有些同學 是互相去配合 究竟它是屬於袋數題 運算題 或者幾何題 大家就做自己善長的題目 又或者有些同學是需要 算式 有些同學幫忙做一些運算 或者是檢查答案 他們都有很多不同的方位 他們都需要互相信任 互相配搭 去做好這件事情 另外的題目裏面 有不同的難度 還有我們這些題目很有趣 譬如我們決賽裏面的個人項目 我們有四條題目 在第二條就會用到第一條的答案 去繼續做下去 第三條會用第二條的答案 第四條會用到第三條答案 繼續做下去 在這個做路的過程裏面 我們創作那刻 其實都要用得很多時間 和數學上的技巧 去議定一條題目 合作模式 就是由第一個同學才能解決問題 將答案傳給第二個同學 然後由第二個同學 使用第一個同學的答案 再去做第二條 如此類推直到第四條 在過程中 亦都加入了時間的因素 越快就越好 於是同學 你們可能會想 那四個同學 首先 他們怎樣分配好呢 究竟是最厲害的第一 還是最厲害的第四 這件事他們就要自己商量 在過程裏便可以合作 因為他不只是職場才合作 而是他在之前的訓練時 他已經要想清楚 究竟他的隊工要怎樣分配 其實我們很有榮幸 能夠和教育在這麼多年的合作 每一年我們都有搞比賽 就算疫情期間 我們都繼續的 會不同的模式 目的都是希望可以藉著比賽 給學生提高 他對數學的興趣 亦都可以在當中 他們可以有個成功感 亦都看到自己的實力 數學一門非常有趣 但富有挑戰性的學科 它不僅是一種工具 能夠幫助我們解決 現實生活中各樣的問題 做一種思維的方式 幫助我們理解世界的運作方式 我亦都代表教育局 多謝香港教育大學 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多年來與我們合作無間 將賽事辦得有聲有色